当地时间29号晚 捷克总统泽曼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 在总统府举行盛大欢迎晚宴 两国元首同中节双方出席欢迎宴会的嘉宾握手并亲切交谈 宴会开始时全体起立 军乐队奏响终结两国国歌 随后两国元首分别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 习近平在致辞中强调 捷克是欧洲重要国家 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终结有意远远流长 捷克是最早承认新中国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大量邦结关系的主旋律 当前两国合作蓬勃发展 各领域交往日益密切 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两国发展契合点和共同利益在不断增多 合作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加深 中方愿以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 同结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 增进政治互信 加强战略对接 深化务实合作 共同开辟终结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泽曼表示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全球梦想 将把欧洲和亚洲连接起来 捷克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个中心 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新的发展 演出在杰克民歌《黑眼睛甜甜睡》中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众文字幕志愿者 杰克民士文字幕志愿者 杰克民民族 捷克著名音乐人贝德里赫斯梅塔纳创作的 《我们怎么会不高兴》 让人领略捷克音乐的魅力 合唱团还演绎了2008年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我和你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